10月17日,北京电影学院举办70周年校庆,养子回校参与活动,她身穿西装,搭配纱裙,美优萨,同时她晒出了自己的毕业手册,上面明显写着性别男,还另外表示,不过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的母校生日快乐,今天回家了,来给您过生日,想您了,愿您一切都好,我也要更努力,我会常回来看您的,我爱您,北京电影学院。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,不会是搞错了吧,也有网友都去评价,不愧是大哥杨子。此外,杨子在北京的现场朗诵也是十分有气场,举手投足,尽显淡定从容,看来对母校是爱的深沉啊。